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蟹爪蓝 蟹爪蓝又叫螃蟹蓝 开花的时候呢 花朵颜色呢也是各种各样 花朵也是非常的鲜艳 但是我们养这个蟹爪蓝的时候 如果做错了三件事呢 那么它是非常有可能啊 出现生长不良 然后不开花的情况的 那么是哪三件事呢 第一个就是频繁的浇水 这个蟹爪蓝呢 它呢是一种比较细小的这个毛细根系 特别的怕积水烂根 如果我们频繁了浇水啊 或者是经常让它处于湿润的状态 它就会出现了积水烂根 然后直接生长不良不开花 所以我们浇水的时候啊 等到它盆土干透了再浇水就可以了 第二点就是呢 不要随意的给它更换盆土 因为它的根呢特别的瘦弱 特别细小 如果我们经常的给它换盆呢 很容易伤害到它的根系 那么根系受损就会导致了植株生长不良 所以千万不要随意的更换盆土 一般一到两年呢 给它更换一次盆土就可以了 第三个就是施肥了 不要太随意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蟹爪蓝呢 它是有休眠期的 而它休眠期的时候 或者是刚刚给它换盆的时候呢 都不能够施肥 因为它这个时候根系根本就吸收不了 如果了我们还要随意的施肥的话 就会导致它根系受损 或者是出现烧根的情况出现 我们只需要在它生长旺盛期的时候呢 给它是足够的肥料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把蟹爪蓝养得好啊 我们呢 一定不能够做这三件措施 那么蟹爪蓝呢 就能够长得非常旺盛 花期的时候呢 也能够开爆棚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